武当功夫天下文明 大陆湖北百人访问团抵达台湾 一场交流会上 台湾观众当场见识到武当的绝世武功 武当山更是跟嘉义的阿里山 结为兄弟山 太极湖和南头的日月潭签下的姐妹湖 借此带动两岸的观光产业 这是南岩宫 武当山三十六岩中最美的一处 悬崖峭壁中横空挑出 无数乡客冒险踩着万丈深渊前来 徐吴飘庙 绝妙色彩 和嘉义阿里山有异曲同工之庙 一二三到台湾 台湾有个阿里山 兄弟山是武当山和阿里山 他们因为都是道教圣地 阿里山有寿正宫 武当山是世界文化遗产 著名的国家级风景区 武当山和阿里山签为兄弟山 北边的太湖则和日月潭结为姐妹湖 我们也非常向往 我来过六次台湾 但是每一次都要到日月潭阿里山去一趟 现在台湾和大陆湖北武汉 几乎天天有支飞航班 两岸联手让观光产业持续看好 根据统计 今年四月来台的大陆观光客 突破21万人次 陆客自由行 入境人数也高达一万两千人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比去年同期增加48.13%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